國外風雲帶您關注到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麼今天國會的焦點 先帶您來鎖定在國民黨立委許小新身上 因為許小新的大姑以及大姑夫 涉嫌洗錢詐騙引發了爭議 不過卻也意外的引爆了兩個女人的戰爭 那麼就是國民黨立委許小新 以及民進黨立委黃傑 因為黃傑說以過去這個許小新的標準 應該要來直接請他辭職下台 不過引發許小新的不滿 許小新直接回嗆 他是不是腦子有問題 讓黃傑氣得在臉書上揚眼24小時之內 不道歉就要來提告 但是許小新今天也正面回擊了 還高嗆 要告 趕快告 一起來聽他怎麼講 拜託 要告一定要來告 絕對不要等24小時 也要請所有媒體朋友 幫我看他到底提告沒 不要講了老半天說要提告 最後沒告 黃傑 一定要告 絕對不要後來最後沒提告 所以希望大家幫我全民一起監督 黃傑到底告了許小新沒有 拜託提告 坐等法院認證腦子有問題 是的 我今天就會請團隊來處理 那我也希望說藉這個事件 許小新不要再用這種非常囂張 把握的態度 而且現在遇到的是你的家人 涉及詐騙洗錢案 然後你自己有100萬的金流在裡面 這其實都才是這些 你更要去釐清的事實 而不是用這種 好像我的就是氣焰更囂張 就可以去回避掉這樣的事實了 可以聽到民進黨內委黃傑說 已經委由團隊現在準備要對許小新提告了 但許小新也沒在怕就回蹭說要告就趕快告 坐等法院認證 還要全民一起來監督黃傑 只不過現在許小新這件事情 因為破蕩漾還記得嗎 之前他不是跑到花蓮要去震災 結果一看到國民黨團總召富昆奇 就趴在他身上大哭 現在網路上也在流傳這一張圖 也就是說他的老公就在旁邊 怎麼許小新竟然是趴在 其他男人身上大哭 那麼在網路上瘋傳這張圖 也引發了很多討論 只不過我們現在還要帶您回到立法院的現場 帶您來看到今天還有另外一個議題 那麼就是在民眾黨的之前的黨團的主任 楊寶貞現在跑到了基隆去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知情嗎 一起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因為最近基隆市政府有那個市政推廣跟行銷的需要 特別是他們像最近要成立一個叫兒少處 那他們需要有一個擔任那個婦女兒童這種代言人角色 去做市政行銷 那他就去應徵嘛 就應徵上 我覺得他做那個工作絕對沒有問題 我應該可以扮演好的角色 這跟藍白河 這跟藍白河無關 我只是就事論事而已 你講那一事前知情嗎 有啊 我知道 柯文哲想要楊寶貞要去基隆 他其實都知情 只會不會問到了 這是不是藍白河的一種 他說這跟藍白河沒有關係 不要桑題並論 不過談到了謝國良的罷免 他是強調了自己並不贊成這樣的罷免 只不過昔日的黨團主任 現在跑到了謝國良的陣營 也難免引發外界許多聯想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